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谈执着 在上一集里面我们谈到 众生看不破生死 然后执着于生命 很大的一部分理由 是由于对死亡的恐惧 那死亡究竟是不是值得 我们这么恐惧呢 如何看破死亡的恐惧呢 那我们继续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夏姐好 是 师父 我想大部分的人 或者是绝大部分的人 其实说不怕死是假的 都是很害怕死亡 我想人类执着于生命 恐怕就是因为恐惧死亡 那么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它值不值得我们这么恐惧 或者说 人为什么会恐惧死亡 第一个说 值得不值得我们恐惧 第二个问 为什么恐惧死亡 我想 应该值得我们恐惧 能够多活一天都是好的 虽然佛教徒讲 生命是无常的 也可以随时准备死亡 但是多活一天都是好的 活得 你还晓得如何地支配你的生命 来利用我们这个生命呢 来做些什么 自己应该做的事 还有未完的没有了的心愿 用我们这个生命去完成 当然或者是比死亡的好 所以是我们真的恐惧死亡 不应该是 另外一个 为什么会恐惧死亡 是因为不知道死亡以后怎么回事 因为死了以后到哪儿去 不晓得 死了以后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前途 摆在自己的面前 不晓得 这已经知道的情况 自己不会那么恐惧 不知道的情况 一定会恐惧 比如说 我们为什么 一般的人都怕黑暗 因为黑暗之中 不知道黑暗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可是有了灯光 照得很明朗的时候 一模了然 看到里头什么也没有 或者是看到清清楚楚 有什么就是什么 心里头不会恐惧 恐惧黑暗 同恐惧死亡 这是同一个心态 另外也有人恐惧出远门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他有一点怕 担心着出了远门的时候 到那个地方会怎么样 所以生与死的一个关卡 并不等于说 今天我睡觉 明天还会起来 并不等于说 我开一扇门 出了这扇门 换到另外一个 隔壁里的一个房间去 是两回事情 事实上是相同 因为不知道会什么东西 在那边等着自己 这个都是恐惧死亡的原因 那恐惧死亡 有没有好处 恐惧死亡 不能说完全没有好处的 恐惧死亡 至少 我们会保证 珍惜生命 珍惜生命 会保证自己 希望活得久一些 能够保护自己 不要糟蹋自己的生命 那这也是很好的 但是恐惧死亡 相反的 老是担心着死亡 老是担心着死亡 可能死得更快一些 那就是 没有 就是莫名其妙的 老是就怕死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只要害一点点 这个小病 就是哇哇叫的说 哎呀我这次完了 我要准备死了 我哪个要死了 到最后真的死掉了 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大病 他老是担心着死 担心着死 结果死得快了一点 所以这个恐惧死亡 也并不完全好 也并不完全坏 但是呢 恐惧死亡是有它的原因 有它的道理 是 那么 很多曾经有过 类似死亡经验的人 复活了以后呢 他们都有 很相近的经验 譬如说 他们好像都会看到光啦 他们会感觉 甚至有的人说 他们感觉喜悦啦 温暖啦 然后他们有的人会想起 过去发生的事情啦 那么从佛法来解释 是不是 这些他们所言的 是不是真实的 不一定 有的死亡的经验呢 这是他的神势 或者是他的这个意识 是在 昏迷状态中 进入另外一个梦境 进入另外一个幻境 这是意识的活动 并不一定啊 是到了哪里去了 意识上产生的一种反应 所以也不是真正的死亡 不一定真正的 他没有死啊 如果真的死亡呢 已经死 已经离开去 去壳 已经不会回来的 他没有死亡 这是在 在一个昏迷状态 人 他 这个 这个 他直接认为已经死掉 或者是呢 他的亲人 或者朋友 看到他已经死亡 或者是 他的气息 已经断了 但是呢 他并没真的死亡 他的意识 还有在互动 那这种情形下 他又回来了 这是但是呢 他的意识在互动 那么这一种 可能进入一种梦境 一样的 这种幻境的 进去 这可能 另外也有一种啊 是真正有死亡经验 真正 所以离开去壳 我们说 灵魂出鞘 是 灵魂离开了身体 到了另外一个 一个警戒区 那么这种现象 也不是没有 这种现象 不是很多的 那么到另外一个警戒区 那也因人而已 看他的 在活着的时候的 一种 一种信仰 或者他的知识 他的观念 是怎么样 如果信基督教的人 往往他们 他就出现的警戒呢 是基督教的 那这个 什么天国啊 或者是什么 信仰教的人 认为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啊 是什么 或者是呢 这个有的人呢 信道教的人呢 认为怎么到了 建立的 有黄大地啊 是什么的 有的人呢 就相信有帝佑呢 又有了帝佑啊 又回来了 还有最妙的一种 一种事情很好玩 就是西方人呢 从来没见过东方人类 这个帝佑里面 是没有东方人类 东方人心中很少有西方人的这种影响的人 他们见到的天国也好 见到的地狱也好 没有西方人类 这是东方人 是 而且穿的衣服啊 都是古装 没有现代装 那么这种都是 都不是真正的灵魂出窍 也并不是真正的呀 所以神有天堂 神有极乐世界 都是意识的一种反应 是 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死亡究竟是什么 死后又究竟往何处去呢 在下一集里面 我们要继续探讨 也欢迎您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活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